先關起來 這個檔案先刪掉 答案其實盡量也就先不要看答案 然後自己用想的 如果自己想的出來 那公期表示你應該是 OK 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大概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些先刪掉 我們剛剛從 LV 這邊開始 print LV 然後這個 S 先把它關起來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裡面原來就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我需要把這一個一個的串列 把它抓起來 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做什麼呢 中間加逗點 因為 CSV 本身是要逗點割開 OK 所以我的寫法是 一 我要先輸出什麼 輸出上面的標題 因為它這個得到的東西裡面 沒有上面的欄位標題 所以這個可能要先產生一個 串列 一個字串 字串裡面呢就放什麼 放那個總共是什麼 策站名稱跟那個縣市名稱 還有什麼懸浮力的濃度啦 還有建黨的資料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單位 OK 所以這邊的話 好像有少一個斗點 然後這邊一個單位 OK 所以這邊的話再加一個單位 OK 最後記得要把它換行 因為它一行結束你要換行 如果沒有換行它變成接在後面 好 所以上面就有了嘛 那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把它這個一個一個取出來 所以這個一個一個取出來怎麼寫呢 就是在底下再寫一個回圈 一個一個取出來就 for each item 也許別書名稱叫item in 在哪裡呢 在這個lv裡面 所以這個lv裡面 冒號 enter一下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裡面一個個項目 比如輪背 對 先放在item裡面 再換下一個 雲鈴 再換下一個 OK 那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做什麼呢 把它串接 那串接上面有一個s對不對 所以s加等於 或者s等於s s等於s加啦 可以 s加等於什麼呢 再把這個item串在後面 然後再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斗點 因為每一個後面要一個斗點 每一個後面要斗 全部跟我串對不對 那串完之後 特別注意哦 每一個 一個這個 串列呢 最後面要換行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哦 還要enter一下 其實跟那個九九成法表有點像吧 九九成法表不是最後要換行嗎 所以在這個回圈前一個階 做什麼呢 s加等於 再串一個什麼呢 換行 應該看懂這意思啊 OK哦 好 我們已經把s給串完了 那最後呢 把它print print就上一些 prints 如果s裡面的東西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有問題 知情看看我OK 這是我們轉出來的 哦 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上面這個 printlv這個應該可以拿掉 否則上面都要print一次哦 理論上下面這個東西 看一下 測試在名稱 哎 有換行 哎 有換行 都有了 但是多一個東西 最後面好像多一個 逗點 那這怎麼辦 要不就是哦 你在回圈裡面 檢查是最後一個回圈 最後一個 如果最後一個就不要加鬥點 哦 這就是方法一 可是感覺好像有點麻煩 你要多一個邏輯判斷 後來我想到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我們前面不是有交過一個叫strip strip 是去掉前後的哪一個字元 哎 我要去掉鬥點 那你就可以想 哎 這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用邏輯判斷 你還要判斷最後那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最後那一個 我要用它的總共幾個 然後呢 確定是最後一個 那我就不要加鬥點 那我覺得寫好像 回圈裡面要寫 好像沒有strip 哪個簡單 所以我最後選擇用strip 那strip怎麼寫呢 很簡單 在這個回圈的上面 等於是那個換行要加之前 s等於s點 s這個一個字串 它一個strip 就好像前面有寫過 strip 然後呢 瓜輯之後裡面加什麼 這個鬥點就可以了 好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那個前後有鬥點的 都幫我拿掉 那中間不會拿掉 strip呢 只會針對前後哦 前面好像沒有用過嘛 OK 有印象吧 這strip還蠻好用的 好 那這樣子試試看 strip看看 OK 有沒有把它strip掉 執行看看 OK 好 執行 結果 OK呢 好 出來了 應該OK了有沒有 所以它的鬥點就不見了 好 那最後的關鍵時刻 所以已經轉完了 所以等於是 jackson已經轉成字串了 最後再把字串怎麼樣 寫到檔案去 OK 所以其實以後寫真 記得要分階段 不要野心太大 一次想要把它寫完 沒這回事的 OK 你第一段先OK 再第二段 而且要熟 像這些東西其實看起來是沒什麼 但是你要熟一點 OK 而且回圈裡面還有回圈 所以有時候 那個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有 一圍正列你就要跑一個回圈 如果二圍正列 你就要跑兩個 如果三圍正列你就要回圈裡面還有回圈 哇 那真的很麻煩 所以這個有沒有 比較難的可能是破圍圈裡面還有破圍圈 就是把每一個 串列裡面都逐一個取出來 for each的寫法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再把它 用那個right書區 就剛剛寫這兩行 這樣子的話呢 printer其實 你要不要printer沒關係 反正我們一樣printer 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那因為呢 我沒有指定哪一個磁碟機 有沒有 或者哪一個幕幕 它會寫在跟幕幕底下 如果你未來要寫到別的磁碟 比較低冒號斜線 也可以 它也可以寫到其他的磁碟去 那我就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這樣就寫出去 而且printer出來 OK 那最後的話你就是什麼 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 你就到那個source這邊重新整理 src 按右鍵 重新整理或按f5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pm25的一個csv在這裡 那點兩下打開來看一下 看到結果 ok的就是一個什麼呢 CSV檔 當然你將來如果你要直接給人家 你就丟給他 你就叫他用Excel開就好了 那不就等於Excel嗎 沒什麼問題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我再把重點提一下 一 就是在這個LV底下 把它逐個逐個的抓出來之後 再串接加豆點 最後的話把最後那個豆點拿掉 然後並且加一個換行 最後把它printer出來 然後再利用寫檔的方法把它寫出去 所以剛剛總共增加了 就是這兩行之外 又增加了一二三四五行 七行而已 不多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 沒有沒有切 好 各位看 我待會一樣 我會把這個程式 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這個叫做 Jackson轉csv OK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網路上 我看一下 好像也沒有 太多人分享 不過網路上有一個雲端服務 就是你可以丟一個csv上去 它會讓你下載成 丟一個Jackson 它會下載csv 比如我丟一個csv它會下載 它可以幫你轉格式 但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自己轉就好了 OK 試一下